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 台湾代表团 今年共拿下45面金牌 54面银牌和24面铜牌 另外还有五个特别奖 是仅次于地主国马来西亚的最大赢家 包括能感测地震自动打开门的灾难逃生装置 以及APP控制的咖啡调制系统 其中亚洲大学学生更利用有机银耳多糖体 开发出银耳面膜 获得国际最佳作品奖 由于台湾得奖作品 部分与商品化 也吸引不少买家在现场签约下单 台湾发明实力在获国际肯定 第27届马来西亚发明展成绩揭晓 台湾代表团勇夺45斤 54银24桶及5个特别奖 是仅次于地主国马来西亚的最大人家 我们这次来参展总共有127件的作品 有75个摊位 另外来参加的除了发明者以外 还有家属还有老师 总共有215个人 台湾代表团作品包括灾难逃生装置 还有用手机APP控制的咖啡调制系统 其中亚洲大学利用有机银耳开发出的天然面膜 更同时拿下金牌和国际最佳作品奖 对于这次得奖的话感到非常的开心跟光荣 尤其是得到大会这个最高产品的特别奖的话 非常的特殊跟荣幸 马来西亚发明展今年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 共1000件作品参赛 许多台湾得奖作品以商品化 吸引不少买家现场签约下单 中央社记者郭朝和吉隆坡报道 亚洲物联网大展在新加坡登场 暴协今年首度组团率领台湾十多家厂商参展 展出多种最新智慧型产品 全力争取亚太市场商机 今年产品的最大特色是可实际应用在生活中 例如瓦斯遮断阀能在瓦斯漏气时自动开启 确保居家安全 那我们无线感测器可以去联动我们的瓦斯遮断阀 所以当瓦斯漏气的时候呢 它可以启动瓦斯遮断阀 另外智慧型产品也深入零售业 运用在服饰业上 不仅系统有搭配功能还能兼顾库存管理 另外资测柜也企图整合虚实通路 透过推出互动小游戏 促进消费者在实体店面体验互动式行销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为了替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州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菲律宾准总统杜特蒂 将于6月30号上任 以强悍作风著称的他 日前宣布多项施政措施 他表示针对恶行重大的罪犯 包括贩毒杀人等 将考虑以绞刑处决 至于性侵犯除了处死外 还应斩除性器官 导致决准备 不过恢复死刑的构想 预料将引起人权组织 天主教会 甚至是废死联盟的反对 但杜特蒂表示 为了坚持荣誉和声明 随时准备失去总统职位 杜特蒂也宣布 属于的内阁名单 其中外交部长可能是竞选搭档 参议员凯耶塔诺 另外杜特蒂说 如果菲律宾共产党愿意加入政府 他也可以拨出劳工和社会福利 相关的内阁职位给他们 记者会上菲律宾国民党 和杜特蒂所属的菲律宾人民主奋斗党 签署改革联盟协议 将支持准总统的改革措施 装设计者林行健 纳毛时报道 身材高挑 一头五六秀法 她是台湾女孩 严慧杰 全球知名家电品牌的最新代言人 为了走向伸展台和荧光幕前 严慧杰拿着打工度假的签证到英国 毅然决然展开另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但这条路却不好走 她盘缠用尽却没有进账 曾经在试镜过程中 被英国经纪公司种族歧视霸凌 但严慧杰将阻力化为动力 现在不仅带严知名家电 更登上BBC网页的显著版面 所以我从那个moment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很想证明给他们看 说我们还是做得到 可以在你们时尚界里面站得起来 但严活动让严慧杰的人生 获得新体验 但她坦言 这条路很辛苦 奉劝有同样秩序的后进 选择正规训练之路比较稳当 我觉得可以先从 台湾的经纪公司开始 因为我觉得我的故事 可能有点另类 就是我是从英国打工度假 然后 所以一路走来 所以有点辛苦的 因为毕竟一开始 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如果 我觉得还是走正规路线 会比较保险一点 时尚之路有了好的开端 目前仍在洛杉矶的延会节 继续等待电影和其他品牌的 试镜机会 期望能增加曝光 将来迈向大荧幕 中央社记者曹雨凡 洛杉矶报道 两岸合作的网络长片 虚拟情人 日前在大陆北京首映 这部科幻爱情电影 瞄准大陆新生带胃口 描述先生为了寻找出轨的刺激 和手机APP创造出的虚拟恋人 产生不伦之恋 婚姻因而面临危机 台湾制片表示 1980年后出生的大陆年轻人 喜欢台湾元素 因此全片都在台湾群镜 男女主角也都锁定台湾演员 他说为什么要在台湾谈 因为那个时候12月份 北京可冷的吧 可是台湾也不暖 台湾基本是不错的 知道我老公爱上了别人吗 我是你老公的虚拟情人 饰演男女主角的 吴明凡和陈凯威 都是第一次主演网络长片 他们希望借由影片在两岸播出 让更多人认识他们 这毕竟是两岸合作的电影 那我觉得不管说 它在大陆播 或者是在台湾播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演员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谈到剧中角色 吴明凡认为虚拟恋爱 和真正的出轨没有两样 心中对妻子充满愧疚感 而饰演妻子的陈凯威说 因为本身个性和剧中人物相似 连来得心听手 因为淑君的这个角色 本来就很像我的个性 那我本来就是会隐忍 農到最后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 网络长片成本低拍摄时间短 虽然只在网络发行 但却有院线电影的制作格局 有别于为电影将采取收费观赏机制 主要是记者尹俊杰北京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气候变迁问题全球热议 去年12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高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 5月16号在德国波昂各国谈判代表 将在聚首举行为期11天的气候变化会议 预料议程中将针对各国指导气候变化减缓的成果 及对于气候计划下一步的导引策略 并让致力实现气候行动计划的各国 能建立更完善的机制旅行承诺 更多后续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510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